他一生赢得了六十余场会战的胜利,被誉为常胜将军。 他一生起起伏伏,每次危机总能力挽狂澜,起死回生。 令人意象不到的是,华铁卢会战竟然成为他人生的最后一战。 他所创造的帝国从此灰飞烟灭,读懂拿破仑,解密拿破仑失败的深层原因。 请收看拿破仑第十四集,冰败华铁卢。 1815年6月18日,以拿破仑为统帅的法国军队,和以英国人威灵顿为统帅的欧洲联军,在华铁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局战。 双方共投入兵力十四万多人,战局几经反复,厮杀异常激烈,田野燃成了血河。 这一战不禁彻底结束了拿破仑的军事生涯和政治生命,也使得这一片堆满了六万多具将士尸骨的土地,永远载入了实测,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平调的古战场。 华铁卢这三个字,也从此成为失败的代工词,而广为流传。 那么拿破仑究竟败在哪里呢? 拿破仑的人生悲剧,对于我们又有着怎样的人生起敌呢?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俊教授,解读法国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拿破仑波纳巴,从中国视角看近代世界的风云变换。 在中外历史上,大凡能争善战的统帅、政治家、将军,无论你武功有多辉煌,最终也不免失败。 这或许是一个历史的宿命。 比如亚历山大,名将之首,世界有名将这俩字,名将的主世界就是亚历山大。 亚历山大从公元前324年到公元前324年,他征战了十余年。 从塞雷斯半岛一支大道,恒河印度河流域,失败了。 比如项羽,是怕现在实际给项羽有这么一句评价。 大正借由羽柱,号称西楚霸王,位随不忠,进古以来未尝有也。 就是这么一个人,搅动了中国古代的政治风云这么一个人物, 打了许多经典会战,最终也不免乌将之闻。 临走的时候,发出历巴山河西,气盖市, 时不利西,最不市,最不利西可奈何,于兮兮奈若何。 发出如此悲叹。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拿破仑也是这样。 200年前的纪念,整整200年前,1812年,是拿破仑噩梦的开始。 在这一年,他开始远征莫斯科,一开始打得比较顺手。 很快被德国名将库都作夫所打败,几乎只身逃回法国。 莫斯科远征的失败,使得他元气大伤。 欧洲各国封建主就组成了又一次反法同盟。 在莱比西会战中,打败了拿破仑。 这样在1814年3月31号,反法联盟的军队占领巴黎。 拿破仑呢,被迫退位。 这是他的第一次退位。 退位之后,他被囚禁在地中海,第一个小岛,叫鄂尔巴岛。 这个岛子距意大利本土很近,只距离就十公里啊。 他祖神只限于那个小岛。 法兰西第一帝国宣布灭亡。 失败了。 但是拿破仑这种个性人,他们怎么是一个败子所能了得啊。 他能甘心失败吗? 他能收手吗? 他等待机会,像一个猎犬一样,等待下一次普世的机会。 所以拿破仑在地中海,那鄂尔巴小岛,观察着,欧洲政治风云的变换。 他终于等到机会了。 第六次反法同盟,当打败拿破仑第一帝国之后,开始分赃。 为纳会议。 分赃不云啊。 争吵得一塌糊涂,甚至要冰龙陷阱。 相信啊,哪怕终于等到机会了。 你横道向向,在争夺我的遗产,开玩笑,我回来。 趁着夜色摆脱了。 法国复辟王朝的军舰的监视。 在法国,带了一千零五十个人啊。 在法国南部的汝昂岗上路了。 上路就向巴黎开进。 3月12号,魏飞一枪一弹,顺利进入巴黎。 3月19号,在万中的欢呼声中,重新登上王位。 那第六次反法同盟那帮人呢? 还在那生草。 但如敌人来了,拿破仑是他们共同敌人。 在共同敌人,他们又暂时把他们的前嫌给卷弃了。 开始组成了。 第七次反法同盟。 再把拿破仑做大败。 主持七十万大军啊,拿破仑也不甘思路啊,立即备战。 最后在1815年6月18号,双方在滑铁卢,一决四兄。 但是在这场作战中,拿破仑战败了。 拿破仑战败,他犯了一系列错误。 比如,他用人不当。 他只用了唯唯诺诺,没有主见。 只知情感上的忠诚。 但是在一旦关键时候掉链子,不可靠的格鲁西将军。 他某种意义上就死在他身上。 这个人呢,忠诚啊,有余。 本来他应该征援拿破仑,他没有得到拿破仑征援。 以后我再讲这个问题。 比如他自己也犯错误,他用兵上拿破仑,他打仑之一就是集中兵力。 快速作战,突然性。 可是偏命在滑铁楼会战处,他犯了个分兵的错误。 先是让内衣元帅,帅一部分部队去找普军。 后来就在半路上碰着英军了,你别那摆脱纠缠的,你干你最主要的活啊。 战争中一定要知道自己干什么,目标在哪里。 跟着他纠缠。 那么在6月18日那天呢,他又把哥鲁西给弄走了,三分之一的兵力调走了。 最后他那样兵力呢,不够了。 所以一系列的错误,使得在这场会战中,尽管法军作战还是那么勇敢,但是最终不免遭到失败了。 而这场会战终结了拿破仑一生的政治和军事生涯。 拿破仑在华里卢会战失败之后啊,第二次退位了。 后来被囚禁了一个火山岛,圣赫拉拿岛。 拿破仑帝国终于覆灭了。 那么拿破仑从辉煌走向失败,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呢? 这种遗产警示作用在哪儿啊? 我们后人关注的应该是这个。 所以下面呢,我就给大家谈谈我个人认识,拿破仑帝国为什么失败了。 第一条,就是他知进不知退,能放不能收啊。 拿破仑战功无数为什么会走向失败? 原因很多。 拿破仑其实自己就做了总结。 拿破仑被犯法联盟军队给弄到大西洋深处啊,他就开始反思啊,琢磨,我怎么回事呢? 我怎么就没了? 得琢磨,琢磨来琢磨去,他的反思是深刻的。 他曾经这么反思过, 对于我的失败,我应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。 不能怨别人,我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。 我才是自己悲剧命运的罪亏祸首。 那么怎么理解这句话啊? 我想,非常重要一点, 就是拿破仑青年时候那种幻想, 建立欧洲合纵国, 建立欧洲成为欧洲的统治者。 所以当他成为法国政治新兴之后, 军上胜利, 政上结束了法国之前的大革命的无政府主义, 他产生一个负面的东西。 太相信自己的力量了。 世界上没有比我力量再大的力量了。 他太相信自己了。 他只相信自己, 只要我努力, 一切都能办到。 他在那个小岛上反思, 他说, 我想要的太多了。 我把弓拉得太紧, 我过于相信自己的运气了。 这一点拿破仑的认识啊, 的确是深刻的。 事实正是如此。 世界上哪有取之不尽, 用之不尽的力量了。 中文是会议文字, 那个边就是一个立脚丝给的框上了。 走之让给的框上了。 世界上没有取之不尽, 用之不尽的力量。 一个决策者在考虑大战略的时候, 首先要想到什么呢? 想到目标与力量。 而在目标力量一定考虑了平衡的原理。 目标力量一定是平衡啊。 目标过大, 力量不足, 提升力量, 恢复平衡。 目标要考虑力量的可能性啊。 力量要按照目标的要求建设, 两者相辅相成。 如果目标过大, 力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 还大部分目标所要求那样, 怎么办啊? 降低目标, 或者使目标分阶段执行, 甚至放弃目标。 这就需要放弃了。 孙子给我们政治智慧之一, 就是人呢, 要学会放弃。 不能明知不可悲, 偏偏而为之啊。 看那阿普伦呢, 太相信自己的力量, 他不知如何放弃。 结果最后, 国家和军队的资源, 上势殆尽, 走向了败亡的不归路。 第二, 高度集权, 束缚了元帅的主动性。 战争不是一个人的意志啊, 他是所有人力量的总和, 战场辽货, 军队众多, 你一个人怎么指挥这么大范围的呢? 军事行动啊? 你一个人如何把控整个战争啊? 需要每一个人凡是参战的, 像机器一样的, 有自己的位置, 发挥自己的作用。 但是这一点恰确是拿不上军事上的短板, 因为他太相信自己了。 他相信到什么程度, 相信到任何事情, 只有自己亲自过问才放心。 高度的专制和势必公亲的个性, 使得他手下的元帅们, 唯唯诺诺诺诺, 他要求的也是, 听话, 告诉你干什么就干什么, 就行了。 他手下的元帅唯诺诺诺, 像钟表一样的准确执行自己的命令就行了。 比如我举例子, 我上集谈到那个, 爱门女儿爷, 戈尔西, 他大拿不仑三岁, 这人从一级一级军工上来的, 精精业业, 特别终生, 但是心归道具, 对拿不仑为命侍从, 拿不仑叫干什么, 干什么, 比如我方才说的, 在滑铁楼会站分兵, 拿不仑头天晚上, 6月18号打在滑铁楼, 6月17号, 拿不仑让他去, 你带我一股兵, 三分之一的兵力啊, 去找, 跟着布鲁西尔指挥的仆军, 你找吧, 这样告诉他, 随时跟我保持联系啊, 他去拿不仑阻力多少, 就三个小时的路程啊, 远吗? 就三个小时路程啊, 6月18号上午, 滑铁楼会站打响了, 从上午11点钟打到下午地上, 两三个小时过去了, 滑铁楼在比利时啊, 石横遍野, 双方将士一万多具尸体, 覆盖在那儿了, 这个时候, 法军的拿不仑, 英军的威灵顿, 都在渴望, 渴望什么? 拿不仑渴望, 哥鲁西的部队, 你赶紧上来增援我呀, 威灵顿哪渴望谁呀? 布鲁西尔的, 普俊赶紧正援我, 谁先正援部队到达战场, 谁就取胜了? 哥鲁西听到没听到前方报声, 三个小时才能弄啊他, 听到了, 赶紧正援吧, 手下的高级将领都说, 元帅, 赶紧正援前方啊, 格鲁西呢? 他没有意识到, 拿不仑的命运啊, 他的皇帝命运把握在他的手里的刺失啊, 你正援了, 拿不仑这个历史都改写了, 他不, 他依然照着拿不仑, 原来让他追击普军的命运行事, 拒绝正援, 他是司令啊, 还有个副司令呢, 是约拉尔, 约拉尔就说赶紧正援吧, 司令啊, 赶紧向开炮的方向前进, 战场上战机骚踪即逝, 而且约拉尔急到什么程度, 急到都, 这个军队啊, 上下级说话啊, 你得有分寸的, 但是一旦人着急的时候, 有时候会忘掉一点, 惹拉尔就忘掉了, 他居然像命令, 格鲁西一样, 让格鲁西作为司令, 赶紧算人向开炮的方向推进, 这格鲁西就不高兴了, 你没大没小啊, 你打仆还有个大小王呢呢呀, 嗯, 就不高兴了, 回来一下, 在皇帝撤回命令之前, 我绝不骗领我的责任, 我的任务就是追忆, 找这个普君, 不拽兵正远, 大家怎么办, 他是司令啊, 那副司令只是助手啊, 等吧, 等来等去, 绝望了, 前方, 滑铁炉那个方向炮成就停了, 这一停, 这个惹拉尔说不好啊, 没好事啊, 这是啊, 哭腔就上来了, 出兵吧, 再不出兵晚了, 格鲁西说什么, 等会儿, 让我再考虑一秒钟, 我只考虑一秒钟, 行不行, 最后一秒钟之后, 他还不出兵, 理由有就一个, 我的任务是追普君, 而不是花铁炉, 结果呢, 就这个命令, 就把拿破仑送坑了去了, 如果格鲁西在关键的时候不拘拟拿破仑的命令, 能根据战场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自己原有的作战方案, 这个历史就改写了, 这一点咱们中国古代兵学之父啊, 孙子讲的地道啊, 孙子讲什么, 打过几场圣仗人, 非善战者也, 什么人会打圣仗? 战道必胜。 什么叫战道必胜? 能够根据战场变化了到情况, 而不断调整自己作战方案的人, 才指真正能会打圣仗啊? 这就是规律。 所以毛泽东同志, 为什么在抗认战争中那么一个艰苦的情况, 他办抗大? 老人家说上, 我办抗大目的培养懂得战争规律, 懂得中国革命战争规律, 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人, 不是培养就是会打几场圣仗的人, 打过几场圣仗, 瞎猫能碰个死后的, 但是懂得战争规律不容易啊, 那格鲁西就不懂得这个, 只于你命令不会根据战争变化来的情况, 调整自己的作战方案, 最后把拿破仑送到坑里去了, 那么这个话又说回来了, 你怨谁啊? 你还不是怨你拿破仑自己啊? 你太相信自己力量了, 相信他自己不自己亲自顾问, 什么事你都不放心, 俩字活该, 拿破仑失败第三个原因, 有很多短板, 拿破仑是英雄改写历史, 创造历史, 他的确有相当大的能力, 但是他像任何一个历史杰出的人物, 一样有很多短板, 拿破仑的短板, 就是帝国崩溃的初始条件, 拿破仑有什么短板呢? 第一, 就是他缺失市场经济的理念, 当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已经形成了, 已经出击规模了, 而市场的基本存在就是交换, 一旦交换中断, 受损的是双方, 拿破仑的思维的短板, 之一就是这个, 这是他的致命伤之一, 我以前讲过, 拿破仑一辈子就一个敌人, 英国, 他一直想占领英国, 横渡英基的海峡, 占领英国三岛, 但是英国人命啊, 真好啊, 他凭借这个不太宽的海峡, 他历史上逃过两截, 一截就是希特勒, 1940年海事作战计划, 一截就是拿破仑, 特勒法嘎这个大海战, 1805年10月21号, 他失败了, 拿破仑陆战内行, 海战外行, 海战失败了, 内战取得了, 在这一年取得奥特利斯的会战的大胜利, 那么这就使得拿破仑说, 我登陆不了, 我疯死你, 提出了大陆封阻政策, 我打击你的经济实力, 我迫使你跟我投降, 你是个小海岛, 我把你两头在外, 商品市场原料市场都在外, 我把你掐死, 你就投降, 所以大陆封阻就是出来了, 大陆封阻有效吗? 有效啊, 当时英国经济也受不了啊, 真是受不了, 但是大陆封锁, 双人剑, 你在打击对手同时, 你也伤害了自己啊, 你封锁, 好, 那怎么办? 我走私, 那时候大量走私啊, 走私到什么程度? 抓啊, 我让你抓不着, 这个老百姓有的时候对策啊, 他让你政府这政策跟不上趟啊, 用什么? 用棺材走私, 这很快拿不上就发现了, 怎么巴黎天天有送葬的呢? 这送葬还一拨一拨的, 我还就问秘书, 最近城里有流行病吗? 没有啊, 没有怎么, 怎么死人怎么, 这么多呢? 敢热闹? 拿不上这个人啊, 他一旦要抓的事, 他认真啊, 我去看看去啊, 去了, 去了之后拦住, 哎, 马车拉着灵球, 关救啊, 看在这, 怎么了, 送葬呢, baby, 后来拿不上看他马车车夫, 像没事儿似的, 再看他送葬的亲人, 也没有泪啊, 打开, 不打, 人没鬼啊, 他就是距离立生啊, 但是有鬼啊, 既不敢距离立生, 又不敢硬顶, 打开, 一打开全是走私的, 然后呢, 拿不上他下令啊, 以后犯人送葬的, 都把关上盖, 掀开, 就这个, 逼的, 那你大陆封锁对别的国家呢, 也是伤害啊, 他不仅自己不跟英国做生意, 还不让别人国家做生意, 那别人国家听你的, 俄国, 亚历山大一事, 就不干, 他偷着做生意, 偷着做生意, 不把英国给缓了吗, 英国投不投降, 封锁有没有效, 取决于你, 英国的对封锁的承受能力有多大, 承受能力如果真的不行, 他真的就不行, 投降了, 但是他, 承受能力大, 他不会投降的, 那么承受能力一大, 就是意味着有人给他输送东西啊, 这样呢, 英国巧妙地把英法之间的摊牌变成了俄法之间的摊牌了, 纳布伦讲, 消灭英国的最后一个手段, 就是征服莫斯科, 我让你跟他做生意, 别人都听我话, 就不你听我话, 我一定, 我征服了你, 于是就发生了1812年的远征莫斯科会战, 远征莫斯科会战, 他噩梦不就开始了吗, 所以这个, 这是第一个端板, 他缺乏市场经营里面, 第二, 他过于自信了, 他太自信了, 拿破仑的武器装备, 从十四季爱德华一世, 步兵革命到现在, 世界发生了11次军事变革, 在11次军事变革中, 只有拿破仑这次军事变革, 不是通过技术, 不是通过武器装备引发的, 而是通过社会变革引发的, 换句话说, 拿破仑的武器装备和他的对手, 没有时代差, 都是一样, 没有时代差, 恰恰给打败了对手, 几乎打败欧洲无敌手, 这样就真拿破仑一下子过于自信, 你看我本事, 咱俩都是用的一样的家伐事, 你不行我行, 所以就促使得太自信了, 凡是他认为不好的东西, 一定都是没用的, 拿破仑支持渊博, 但是他如果认为不好的东西, 他一定不用, 举个例子, 拿破仑当法国统帅之后, 当时法军有气球分队, 法国蒙菲内尔兄弟发明了青气球, 军队用气球分队干嘛呀, 因为人坐在上面升空, 拿望远镜往下看, 登高望远嘛, 然后政大厅告诉他, 那边东边来人了, 来人了, 最后做什么准备, 这叫什么呢, 预警啊, 而南伦呢, 他当上统帅之后, 他被取消了, 他为什么, 他不屑一顾讲, 讲什么, 这是玩具, 扔掉头, 我的部队不需要这个, 15年之后, 滑铁楼会在, 他失败的原因之一就这个, 在6月18号那天, 他只盯着, 威灵顿指挥的英和联军, 他没有看到, 布鲁西尔指挥的普军, 如果有地球分队, 他一看升空了之后, 能看到, 威灵顿的在那, 普军西尔的从后面一回过来了, 您就及早做过准备了, 他没看到这个, 最终他导致滑铁楼失败的原因, 和这个事情不无关系他, 这种例子很多啊, 第二个, 他过意自信, 第三, 群带关系, 什么叫群带关系啊, 就利用有自己有关系人, 为自己谋私利的腐败行为, 拿破仑用了很多人, 但是他也用了很多佣人, 这些佣人都是你跟他有群带关系的, 你比如约瑟夫, 罗姆, 就是他的兄弟啊, 哥哥, 约瑟夫, 纳布罗斯国王后来让他当西班牙国防, 1808年3月, 纳布罗斯让他哥, 你到西班牙去当国王, 结果呢, 遭到西班牙居民的反抗, 78年啊, 半岛战争, 弄到法国精疲力尽了, 财力物力人力, 精疲力尽, 所以才在引发了, 最后在1812年莫斯科会战中, 他后来他的兵力不足, 他就带20万走的, 他其他的兵呢, 没有那么多, 都在后来半岛战争呢, 所以研究拿破仑的时候, 半岛战争, 是拿破仑帝国衰亡的开始, 而半岛战争之所以倒发, 就是他用了一个最不应该用的人, 而这个最不应该用的人, 就是他的亲哥哥, 所以对此, 拿破仑也作为深刻反思, 他反思也是深刻的, 他承认自己在处理家庭事务中, 是个懦夫, 他太迁就自己的亲属了, 他自己说的, 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什么, 这时候他想起谁来了, 他想起中国的, 历史上的成吉思汉了, 他说什么, 我太羡慕他了, 我没有成吉思汉那么走运, 他有四个儿子辅佐他, 而且一个比一个强, 成吉思汉四个儿子, 大儿子舒适, 二儿子查克台, 三儿子卧库台, 四儿子拖累, 四个儿子, 各在中国战争史上, 四个人不得了, 他说你看他多好啊, 你看我呢, 我这些兄弟呢, 这给我惹个麻烦, 后来他的垮台之后, 他有一些兄弟还背叛了他, 这个时候他说什么, 在我的庇护下, 他们都享受了统治的前头, 但却让我一个人独挑重担, 这些可怜的人呢, 当我失事之后, 不等敌人剥夺, 他们的头衔, 他们就先跑指摇摇了, 兄弟手足之情, 哪儿去了, 你先跑了, 就这个, 落泪了, 那你问你说, 愿谁呀, 使作用者不就是你拿破仑自己吗, 说英雄的失败, 很多东西不是客观在主观, 拿破仑失败了, 就使得他在远离欧洲那个大西洋, 深处那个小岛, 不停地反思啊, 琢磨他不停地不停地反思, 那么最终他在圣河那上倒, 怎么过他? 咱们下次再说, 谢谢。 一位曾经驰验江场, 指点江山的军事的道, 南大西洋, 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, 一个精力充满提格健壮的前任法兰西帝国的皇帝, 为什么仅仅过了六年, 就离奇死去? 他的死亡原因到底是什么? 系列节目, 《拿破仑大结局》, 请收看, 《拿破仑现为人知的孤岛余生》。